这边会出现8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假设一个8 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我们要在这边加一个叙述 比如说加总结果为8 那你前面应该加一个什么 加总冒号 那我先把它切成中文的 这边加个加总 但问题来了 你会发现加个冒号 如果你今天要串一个文字的话 特别注意在Python里面 前后请你加双引号 那如果你要串后面的东西的话 要用一个加号 这个叫串接 所以文字一律都要有双引号 OK 不过特别注意 Python里面它用单引号也可以 不过我个人习惯用双引号 所以如果你们以后看别人写的书 用单引号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它单引号也可以 只是个人习惯问题 那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8 所以应该输出结果应该什么呢 加总冒号8 但是你会发现 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第一个把它执行 理论上呢 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 第一个它会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编码方式 它看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预设的编码方式 不是YouTube吧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以后你要 你要再加一些那个中文进去的话 请你记得 再把你环境里面的Windows 有一个叫Prefurnies 跟刚刚一样嘛 找到哪里呢 找到那个上 最上面有一个叫General General这边 里面的话呢 会找到有一层叫Workspace 这个Workspace 其实刚刚有出现过 就工作区嘛 那工作区的编码方式 请记得呢 干脆你预设 就把它改成YouTube吧 不然的话 它的编码方式 会造成错误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编码方式 用那个微软预设的环境 的那个编码 它会产生充码的问题 那个中文字会出不来 OK 所以怎么办呢 一 请你到Prefurnies里面 GeneralWorkspace 把这个改一下 OK 改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按Apply and Close 不过你会发现 改完之后呢 因为编码方式改变了 所以它这边会变乱 怎么办 没关系 这可能要再重打 加总 好 再重打一下 加总冒号 后面一样串个扇嘛 不过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刚刚的编码方式 应该没有错 不过呢 刚刚的错误 已经不再发生了 但是会出现第二个错误 什么呢 Type Type在这里的话 应该是指的是 TypeAir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的资料形态错误 什么叫资料形态错误 意思就是说 你Print 如果是一个文字 再串接的话 后面应该也要是一个文字 可是呢 我们现在给它什么 因为3加5 加起来是8嘛 8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 它是属于数字 数字跟文字不一样 你两个要串在一起 它没有办法接受 怎么办 你必须要把那个上 要不就是什么 把它转换 本来是8 对不对 你要把它转成 这样的8 数字8跟文字8不一样 OK 特别重要 因为很多人 没写过程式 对这个比较没有概念 但是如果有 你会发现 差很多 那怎么转呢 很简单 如果你要把那个 那个数字8 转成文字8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上外面 包一个转换的一个函数 就可以叫STR 刮弧一下 然后后刮弧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什么呢 里面的8 所以这边就要转型 这个地方 加一个STR 其实就是把这个8 帮我转成这样的8的意思 那当然未来 如果你要把它 颠倒过来 比如说把这个8 转成这个的话 那这边就改成INT INT就是 把它转成 就是本来是文字版 转成数字 两边颠倒 这个未来会蛮常 遇到错误的 因为如果你对于 那个资料形态给错 它就会出现type A 你就改一下就OK了 所以如果我这边已经改OK了 那我把它执行看看 结果会不会OK呢 执行 这个时候就出现我要的